我看到這邊又寫著選育人參果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這個是我們特別從青海四千鋒鼠的高山那邊進口進來的 因為這個都是野生的 目前還沒有辦法人都是栽子 那這個人參果他們在西藏 幼名叫做長壽果 吃了之後可以讓你 譬如說體虛的人或身體大便出獄的人 吃這個的話可以把它補充燃掉 據說在西藏那邊 他們有一些喇叭他們是要閉關的時候 之前如果沒有吃食物營養不夠的話 他們就吃這個就夠營養 然後它會產生非常大的熱量 然後最近說你的身體的體力幫助很大 而且它是野生的 最主要是它野生栽產的過程中 比如說在同一個地方栽產完之後 那隔年這個地方就沒有了 因為它會把那個地氣跟營養全部都洗走 所以你要到另外一塊地上面去採 所以人生果算很稀有 目前在西藏他們都是過年的時候才有在吃這個 那我們剛好就進口到這個人參果 現在又在我們的沙拉上面 那以後我們會用在我們的甜點上面 後來的 那我們下個月做的披薩 會有人參果披薩 下個月會出來 那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我剛吃完了都忘記了 我沒有注意 它這個味道有點像 吃起來有點像地瓜 因為我們都紅豆的中和 它吃起來有點像地瓜和紅豆的中和 對 了解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